HAYO 了世紀!天天如星!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伯仁地人對上緬甸人 這場比賽是帝國戰爭的殺秋拳比賽 這場地圖是帝國戰爭 開局時會是28春 先來跟各位報告一下最近頻道的事情 最近頻道我們有換過麥克風的關係 所以一直在調整麥克風 也感謝各位的回報問題 也感謝各位的包容 今天這個調整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我們先接下來回到比賽當中 先要看到8點鐘方向的伯仁地人這個文明 這個文明最大的測試是他可以提前一個時代 可以研發二級伐木二級農 伯仁地人時代還可以點下手推車 而且還有這個折扣上的優惠 伯仁地人的折扣馬舊科技也是半價的 而且他在城堡時代時就可以研發重裝騎兵 到了地龍時代一升地龍時代還可以直接跳過重裝騎士的升級時間 直升遊俠 而且還是半價遊俠科技 所以伯仁地人的遊俠成型是非常快的 那他的品種也是比較可惜的一點 他的遊俠最後只有160滴血 但是這個數值還是非常強大的 那伯仁地人的後期還是可以靠火槍火炮 作為副輸出 去作為工程或是陣地戰的主力 那這邊看到伯仁地人一隻村民要被抓掉了 這隻弱馬在前面卡位 伯仁地人一直回頭反擊 想把這個弱馬打到殘血 因為跑不掉了 那伯仁地人這邊開局並沒有下射箭場 伯仁地人則是雙射箭場小風前壓 所以伯仁地人只能被迫下了一根劍塔 在這裡保守一點 穩定一下肉類 那家裡的話可能要趕快維持 遠viper這邊打法 是要直接升城堡時代的 沒有打算要出兵防守 所以這邊要趕快繼續穩住 前期的經濟狀況 那這邊趕快補個射箭場 待會點下城堡時代 之後就可以先按些毛兵擋一下 這隻村民出來之後就可以升級 射箭場還沒有蓋好 所以這要趕快蓋好才可以升級時代喔 這隻村民可能要再讀安逸村嗎 還是要等一下射箭場 等一下射箭場 稍微斷村一下下 好 這邊是決定打直城 那緬甸人呢 直城也是比較厲害的 是因為他的城堡的寶兵 飛鏢騎兵呢 傷害非常高 也被我稱為團戰之鬼 飛鏢騎兵 因為這個單位是比西班牙征服者還要難產的單位 拉打的攻擊速度非常快 比西班牙征服者的CD時間還要短 所以緬甸人的飛鏢騎兵 因為很容易會打歪的關係 所以在攻擊時 只要數量一度的情況 也會獲得擴散傷害的效果的感覺 並不會像西班牙征服者很精準的 把全部的傷害打在一隻單位身上 所以緬甸人的飛鏢騎兵是後血要非常小心的東西 緬甸人的申呂科技是半價的 所以他在對付生駝史的壓力也是稍微小一點的 他的大象也有防律最高的大象文明特色 他的步兵是每生一個時代史 會獲得一點傷害 所以這個趙雲疾兵也是在講緬甸人 傷害特高 怎麼戳怎麼痛 我們來看一下 Viper這邊是選擇了下一個馬舊 馬舊科技 點了一級馬鎧 但是這裡馬鎧還沒有下 這裡... 不是這個馬舊還沒有下 馬鎧卻先下了 難道是有潛壓策略嗎 看起來也沒有太大 太大的特別地方 那目前 不跟地人是繼續補了海戰三個碼頭 開始要來壓制海域 這裡火戰船出來 確實把Viper的漁船 找到了貨方沒有辦法正常捕魚 那現在Viper的石頭也被控住的關係 沒有辦法正常挖石頭 上去的話還是要靠下戰毛兵防守一下 待會有機會才能去挖石頭 背景自己已經投資了一個劍塔 所以現在要出去蓋TC防守也是有點困難 這邊可能要先殺個採礦營地 不然就是要買100石頭了 那Viper的決定是決定要下採礦營地 而不是買石頭下TC 好家裡補下了一個修道員 這邊工兵已經抓到Viper的村民 死傷來到了兩村 Viper開局死了五村 這個Viper還能打嗎 哇沒想到Viper開局死這麼多村 這算是很難得一件事情 好 Viper這邊防守 出現了一點漏洞 讓對方有機可乘 目前看起來村民處沒有路後非常多 因為伯恩地人這邊自己斷村斷得更嚴重 斷了1分30秒 忙著進攻 沒有時間控工兵 沒有時間控這個村民 這算是蠻正常的 好 Viper這邊挖了100石頭之後 在旁邊馬下補下了城鎮中心 那伯恩地人遇到這個情況 要打飛鏢騎兵的話 可能自己要轉戰毛兵會比較適合 伯恩出騎士的話 沒有這個血量上的優勢之外 也很容易被飛鏢騎兵給拉打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品店人這邊是如果有開始打飛鏢騎兵的話 那伯恩地人就只能轉戰毛 好 那我們看到Viper這邊是點下了 宗教狂樂 增加一下生女的移動速度 二級挖金也補下了 這裡是繼續捕魚 五隻村民趕快撈魚 下方這隻肉麻 開始無雙 哇 一直砍一直砍一直砍 好 這裡火戰船 騷擾一下這邊捕魚的村民 家裡這一坨肉麻衝了進來 砍個一波 哇 Viper又倒了三隻村民 這三隻肉麻做到了非常多的事情 哇 還在溜 可是不管 就是衝進去騷擾一下 哇 又抓到了涼村 尷尬 Viper這邊死傷村民處 來到了十隻村民 Viper開局 死了十一隻村民 但是村民處來說並沒有落後 把破關地人撐到城堡時代 直接打一個輕騎兵 瘋狂馬爆 目的就是要直接把Viper的聰明全部砍死 哇 這邊砍得很兇 聰明處快要被平衡的下來 49層對46層 但這邊想要溜進來 這是一個 角落 並沒有辦法溜進去 但這邊肉麻還在無腦亂衝 但卻是做到了很多事情 好 破關地人這邊已經屠殺了十六村 十五分鐘 被屠了 十四分鐘被屠了十六村 等於一分鐘損失了一隻村民啊 Viper Viper這邊有點尷尬 這裡 死了這麼多村民 但是經濟卻沒有落後於對手 對手這邊為了按馬 村民好像一直忘記要按 這就是專注進攻 但是卻忘記要補村民 反正這個進攻顯得 並不是那麼的有優勢 這就是世紀帝國最難的地方 當你於專注進攻時 就很容易忽略掉自家的經濟 家裡就很容易爆炸 好 卻跟地人這邊點一下了刺王技術 來評價一下捕魚的效率 那中間這個魚池 目前卻是確實拿下來的 經濟現在蠻不錯的 那Viper這邊呢 這裡是決定要轉出生鋁 生鋁半家科技的關係 先轉一些生鋁 也可以防止博跟地人重裝騎士 但博跟地人這邊是選擇了 弱馬狂喜 也沒有轉出戰毛兵 打的就是一個主動 喔這邊主動用弱馬 又再一次抓到Viper 踩資源的村民 這裡看來又要再死個幾村 Viper這一波打完之後 村民術還會領先嗎 55-58 弱馬直接硬扛著城堡傷害 硬輸出 哇 再一道57對55 差兩村左右 但是Viper最後還是村民領先 但經濟來說呢 已經開始落後了 已經落後了大約1000資源 這主要是因為收村的關係 好這邊成功抓掉了一村 Viper的飛鏢使命 開始慢慢量產起來 好那由肉馬打飛鏢騎兵 肯定是打不太贏的 如果一直拉打的話 用森裡稍微防守 效果其實蠻不錯的 但是剛剛點下前程科技 所以成功守住了這隻飛鏢 好現在肉馬繼續狂飛 Viper這邊要為了清騎兵 去點下重裝成槍兵的升級嗎 感覺投資一些科技在槍兵上面 也是不錯的 最近緬甸槍兵傷害很高 城堡時代就加兩攻了 好這裡Viper 也是拉槍兵繼續往外走 飛鏢騎兵四處多線進攻 好這裡的飛鏢騎兵被逼回去 但飛鏢騎兵數量並沒有聚在一起的話 就沒有辦法很穩定的可以拉打 好這邊要洗兵打了有點歪 沒有打到 哎呀聰明全部躲掉了 好這裡直接扛著 TZ的傷害 好這裡有一波肉馬溜了過來 Viper中點下了跟蹤技術 有跟蹤技術才能稍微拉打 好這邊想要直接走過去 硬扛傷害 最後沒有阻止 Viper過去 最後還是死掉了一隻 目前看起來 飛鏢騎兵的數量成型是有點困難 波根地人這邊是繼續補下村民 六十八村打六十七村 但是有五隻村民 是中間的魚船 好看起來波根地人繼續決定打馬 那確實也騷擾到了Viper的村民 Viper這邊趕快投資 重裝長槍兵 可能會更好一點 靠飛鏢騎兵的話 要防守還是有點困難 哇這一波又溜了進來 Viper很難忍嗎 還想再繼續忍下去嗎 這個能忍嗎 這種無腦式的打法 確實做到了很好的效果 直接硬齊 新騎兵死了就算了 有砍到村民就還行 OK Viper這邊是繼續 出飛鏢騎兵 生旅科技沒有繼續再多投資了 波根地人這邊則是補下了更多的生旅 用生旅去來招搶飛鏢騎兵 是確實一個思考方法 這邊看到 大量的生旅之後 直接掉頭就走 沒有打算要再往上繞進去 後面的肉馬一直在防守後方的區域 上面進攻不成 就開始往下 Viper這邊點下了二級農田 伐木技術是免費的 所以二級伐木是直接給的 這裡看一下農田 想要守住 插了一根城堡 但是飛鏢騎兵過來 大個機動性 確實又抓到了一些單位 這裡有15個飛鏢騎兵 這個數量已經夠龐大了 這裡生旅過來 第一時間被收掉 但是最後臨死之前 遭響到了一隻滿血的青騎兵 青騎兵這裡有點麻煩 西里想要硬蓋 青騎兵上前 但是青騎兵直接全部倒地 後面生旅 想要遭響 但是被青騎兵 砍到只剩下兩隻生旅 最後能夠遭響到一隻飛鏢騎兵 哇 五隻生旅 最後只拿下了一隻飛鏢騎兵 Viper用遭響到的青騎兵 成功反殺了 好 那最後這個城堡 也沒有順利蓋起來 Viper這邊這一波 賺了非常多的村民術 像73村對78村 Viper點下了帝王世代 這一波著死反打的漂亮 OK Viper的地方塞補一下之後 待會還可以點下安息人戰術 目前伯根地人是5TC 那現在轉到7TC 繼續補這個城鎮中心 那如果不轉戰毛兵的話 遇到這個情況 就只能轉生旅慢慢殘了 或是要轉出遊俠 重裝騎士 再把這個數量量殘起來 才有機會打得贏 那以現階段來說 生旅還是比較好 能夠給Viper壓力的單位 好 這裡有一些田趕快取消 不然要被Viper全部丟掉了 哇 這一波殺進來 賺到了很多 生旅過來點掉 欸 溺死了 好險 在遭翔前一刻 成功收掉了生旅 好 Viper這邊是氣海 那伯根地人 這裡是把中間的魚 補得差不多 十隻村民 在高地蓋寶 守住的這個礦區 現在這一坨的飛鏢騎兵 讓伯根地人相當苦惱 所以是選擇了馬上輕裝兵 那這個打法確實不錯 最近只要摸到一下 就可以對飛鏢騎兵造成巨額傷害 飛鏢騎兵確實是蠻害怕馬上輕裝兵的 好 這邊想要直接硬蓋 但是Viper的飛鏢騎兵在原地輸出 一直在攻擊這邊蓋寶的村民 氣壯兵趕快過來防守一下 最後這個城堡 只剩下10% 蓋好城堡 Viper應該是要氣掉這一坨飛鏢騎兵 讓他原地自動打擊 換取更多的 空村 經濟價值 這13村直接被空在裡面 不敢出來 瑟瑟發抖 一出來的話 就會被飛鏢騎兵爆打 又抓個幾村 飛鏢騎兵真的是太麻煩了 傷害痛 攻擊速度又快 最後這幾隻還解不掉 好麻煩啊 好 Viper第二波的飛鏢騎兵又過來了 這些飛鏢騎兵沒有打三條洞的意思 伯根地人沒有彈到血 如果稍微走位一下 應該是有機會走出去 好 最後走出去了 雖然是最後只剩下一隻 最後一隻也還想秀 秀得掉嗎 僧侶可以 好現在是城堡打帝王 現在伯根地人也努力了 點一下帝王時代 好 Viper這邊安息人戰術 還沒有補 右邊馬上清裝兵 開始多線 看一下Viper的經濟狀況 到了後方 看到挖石頭村民 可以抓一下了 好後方這裡 這一坨兵該怎麼解 不過地人沒有戰毛兵 真的是解不掉 好這裡清裝兵 成功收掉五隻村民 這裡想要蓋寶 有機會嗎 這裡稍微圍一下 等寶繼續圍 好那已經流到後方 圍一下 這裡再圍一下 再圍一個城牆 清裝兵來了 那是Viper這一坨 飛標喜兵 再給伯根地更大的壓力 最後這個城堡能夠順利蓋起來呢 好像沒有圍死的關係 不太可能蓋得好 欸結果 好像還是硬蓋好了 最後拉了這麼多的村民 把這根堡蓋好 飛標喜兵 這邊繼續爆量生產 建下了金瑞的升級 金瑞飛標喜兵 升級好之後 傷害可以高達17滴傷害 這裡繼續用飛標喜兵騷擾 好 很多村民直接殘血 這攻擊速度是真的快啊 但是真的打得很快啊 好升級上去 欸 攻擊是14點 講錯了 不是17點 好飛標喜兵 是14點傷害 變下安息人戰術 然後拉扯 打破城門 好看起來這個拉打 傷害是不錯 但是馬上輕裝病的傷害 摸到更痛啊 好最後剩下少量的飛標喜兵 還想要繼續拉扯 最後Mapper決定不空了 直接在城堡車程下 送掉了所有的飛標喜兵 但是左側這裡已經有大量巨型投司機 在攻城了 6台巨頭 好破關帝這邊繼續轉出了 大量的馬上輕裝兵 這也是先點下精銳 先三級馬卡 攻擊力的部分 現在非常缺乏弱 這個城堡被拆掉之後 有點危險了 上方可能會一直被突破進來 沒有戰毛兵 沒有火炮 但是很難打得贏 好破關帝人在中間 稍微拉升率補一下血量 看這邊衝進來 暫時沒有任何的防守部位 這裡 Viper應該覺得也蠻奇怪的 欸為什麼你家沒兵 你家後面屯兵啊 趕快往裡面 深吹一下 但是武功地人這邊村民術很多啊 150村戰術 這裡被擊殺幾隻村民 但是村民術還是領先Viper 好 這邊正命要怎麼打贏才是問題 只有村民沒有軍力 是沒有辦法守住的 好 這邊配合使命快速解掉了 一堆馬上輕鬆兵 哇配合使命傷害非常可怕啊 好這裡生物 秋刀員蓋好 趕快把生物放進去 哇那個飛鏢騎兵無法無天啊 哇這個血量 太猛了 好最後飛鏢騎兵 只剩下少量的 不是 最後馬上輕鬆兵 只剩下少量幾隻 選擇了撤退嗎 能撤得走嗎 哇還撤不走 馬上輕鬆兵要打贏 真的雖然要夠多才行啊 剛剛那一坨飛鏢騎兵 直接把馬上輕鬆兵吃乾抹盡了 但是伯恩蒂人這邊村民術保存得很好 還有140村左右 這邊點下了大陸馬 城堡準備蓋好 收存 並和加油 後方的巨行偷室機過來了 這邊先打巨行偷室機 但左邊還有屎台 這邊馬上輕鬆兵 想要包掉這一坨飛鏢 飛鏢往後拉走 但是數量還是太多了 43隻 這43隻要接到核年 核月大 太多了 Vipe這邊是繼續補下飛鏢 村民宿目前還有123寸 飛鏢這邊數量來到了 59隻 馬上輕裝兵只有30隻 大約是一半左右 兩軍相持 OK 都有自己的輸出在 馬上輕裝兵的傷害 一下真的很痛 瞬間擊倒了非常多的飛鏢騎兵 停電這一波打下來之後 正面的飛鏢騎兵數量明顯有下降 本來40幾隻 只剩下不到20隻了 馬上輕裝兵的正面衝鋒 給到了非常大的效果 好 Vipe這邊蓋寶 有機會把這一片 經濟給控住嗎 好像沒有辦法蓋好 好 不過敵人這邊順利的 守下了這一波的 Vipe 飛鏢騎兵的牙子 看接耳陀飛鏢騎兵又來了 這根城堡暫時沒有蓋好 應該是能夠守住 飛鏢騎兵直接爆量生產 馬上輕裝兵也是 那邊都是爆UU 好 右邊的這個城鎮中心 被一隻馬上輕裝兵給解掉了 好 正面看起來 飛鏢騎兵不拉打的話 正面應戰 但是還是有點難打的 以飛鏢騎兵 好 這邊戰軍補下 好 這根城堡要不要找個機會把它蓋好呢 這邊準備要出動了 好 左邊這根城堡準備要蓋好了 來得及 哇 這個要想趕快收了 撤退撤退 好 那目前緬甸呢 看騎人戰術也已經研發好 攻擊力也來到了14加1 做了一個化學傷態 好 白殼這邊肉非常多 不過緬甸本身也是很適合爆這個大肉馬 或是大象來打 就要看白殼有沒有打算要轉肉馬呢 是要直接繼續飛鏢騎兵一直線按到底 比較常看到的打法是槍兵或是肉馬 配飛鏢騎兵的一個單挑打法 因為飛鏢騎兵是非常吃金跟木頭的 所以肉通常都會爆出來 可以轉大象或是肉馬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好 正面直接硬扛著城鎮中心的傷態 拖抓了幾隻村民 但是伯恩帝的村民術一直維持在150村左右 好 上方城堡 順利拆除 右邊TC 也正在拆除當中 好 最後中間的城堡已經蓋好 三個生物就有機會 囊入手中 這裡四隻馬上輕裝兵有機會嗎 一人一刀 哇 順利解掉一台 還不錯 第二台應該是沒機會 這裡飛鏢騎兵還在輸出 右側馬上輕裝兵 直接出動 既然家裡守不住 那我就進攻你家 就是互相拆家 你拆我我也拆你 這裡 決定相當正確 伯格地人這邊圖掉了 百可非常多的村民 好 這坨飛鏢騎兵 在中間攔截 馬上輕鬆兵 至少抓了大概七八隻左右 這個攔截策略 確實很好 這不管是在封建 是在攔截工兵 或是攔截 對地獄手的這個增援部隊時候 正面打不贏的時候 就可以來做個攔截 哇 就在這邊巡邏 效果非常好 好 由於伯格地人這裡農田沒有刪除的關係 百可直接接受 敵人的農田 蓋了一個模仿 原地開中 這裡巨型頭司機 架起來 右邊也是 這邊還是要轉一下衝車 好 配鏢騎兵 趕快往後拉 後面有更多的配鏢騎兵 趕快來救援 麥克爾這邊賣了非常多的食物 換取了更多的黃金 麥克爾的黃金也已經歸零了 現在變成焦土政策 沒有黃金 那就是往對方家裡進攻 全部產品 黃金變我的 生物也是 還是伯格地人 這一波弱馬 來不及支援 馬上前衝兵 損失大量的數量 這一波看起來 Viper可能要拿下比賽囉 這裡沒有馬上前衝兵 壓力就會很小 只剩下弱馬而已 這個弱馬呢 也沒有品種 所以血量非常殘啊 只有75滴血 哇 這邊高打第一 傷害非常可怕 反戰之鬼 飛鏢騎兵 還是進攻 完全擋不住 這一坨飛鏢騎兵已經擊殺了快要100隻的單位了 那這一坨呢 是大約擊殺28隻 這邊慢慢進攻 速度不快 但是麥克爾已經完全歸零 黃金 但是伯格地人也是喔 甚至這裡沒有生物的加成 麥克爾這邊至少還有很多生物 至少5個生物左右 這裡三個 這裡兩個 但是修道院這裡被拆掉 摩根地人先攻擊 修道院的部分 修道院趕快往後拉 好 Viper家裡 開始被洛馬騷擾到村民 這一波洛馬沒有打算放棄騷擾 被錶騎兵趕快過來救援一下 哇 聰明者 Viper的聰明術已經不滿100寸 伯格地人能夠靠著肉馬 反殺回去嗎 好 肉馬遇到飛鏢騎兵 完全打不住 巨星頭司機 這裡往前架 好這裡馬上清中兵 解掉兩台巨星頭司機 結果Viper巨頭沒有做到太多的效果 就要被解掉了 後方清中兵 第一波衝刺 也抓掉了非常多的飛鏢騎兵 飛鏢騎兵只剩下兩三隻 這一台巨星頭司機 可能也要掉了 哇 直接損失了四台巨頭 Viper這一波有點尷尬 想要進攻 但是本隊的主力部隊 並沒有在攻城前方 而是在後方偷偷拆架 這邊要從後面進攻 可以抓掉一些村民 哇 但是這邊城堡數量很多啊 Viper可能要躲下城堡的箭矢傷害 好 結果現在正面 反而被緬甸人開始進攻 Viper能夠順利守下嗎 好 但是Viper沒有打算轉肉馬 繼續用飛鏢騎兵騷擾你家後排 火溫地人的村民術已經佈滿 110村 只剩下107左右 好 這一波直接往前 直接開始攻擊 修城堡的村民 修城堡的村民 要回頭繼續修嗎 哇 這邊要準備棄城堡 趕快逃走了 飛鏢騎兵趕快過來救援一下 最後正面城堡 被博溫地人順利拿下 但是Viper在後面繼續進攻 哇 博溫地人現在有點少 布滿90村 博溫地人這時候打出了GG 我們恭喜Ryper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沒想到博溫地人 最後是用了大落馬 加上馬傷輕鬆壁喔 一隻戰毛都不出喔 果然還是扛不住飛鏢騎兵的傷害 雖然出戰毛兵沒有辦法有效的 立刻擋下飛鏢騎兵喔 但是戰毛兵至少支援消耗不會這麼兇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Viper拿下最後的支援勝利 但也只是小小贏了大約1000左右的支援 那最後5勝5都在Viper的手中 那軍事方面呢 Viper的KD來到1.94 這KD值非常可怕 那博溫地人呢 雖然出了大約快300多快400的馬 所以還是擋不住237隻的飛鏢騎兵的傷害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報告社頁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期待有機會 by H.歡迎